鹿顶记被翻拍了很多次,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伟肖宝的美女老婆。 现在张一山版鹿顶记中的七位老婆已经全部上线,遗憾的是依然遭到大部分人的吐槽。 除了唐一新饰演的剑宁公主,有点辨识度,其他几个老婆根本分不清彼此。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1992年周星驰版的鹿顶记。 里面的美女如云,个个都是女神级别的,堪称惊变。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周星驰版鹿顶记里的老婆们。 在剧中摄影《神龙教圣女》扮演的贾太后,张敏眼神清亮又妖美,看上去又美又洒,绝对是史上最美的皇太后。 她18岁出道成名,出演鹿顶记的时候才23岁,出演过很多大家熟悉的影片,是曾经港片全盛时期的古装第一美女,也是和周星驰合作过最多次的新女郎。 从1988年的《最佳女婿》到1994年的《九品芝麻关》,一共合作拍摄了12部电影。 1996年张敏拍完《史兄弟》后便淡出娱乐圈,但是她感情之路坎坷,感情受挫后曾一度幸福。 如今张敏已经52岁,尽管没有在拍戏,但还是偶尔会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前不久张敏在社交平台发出和小时最男友一起旅游的照片,不减当年的美貌,尽管有些高开低走的感觉,但是如今的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。 虽然一直没有结婚生子,但她也一心向善,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儿童。 在人们心中,她还是那个回眸一笑百眉身的张敏。 在剧中饰演贾太后,变身后的神龙教圣女,龙儿。 林青霞从19岁参演了穷瑶的影片《窗外出道》,两年后就凭借八百装饰,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。 1992年出演了许克导演的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,更是让她饰演的东方不败,成为一代以目经典。 在饰演龙儿的时候已经38岁了,也是和周星驰的第一次合作。 原著中叫苏全,也是为小宝七个老婆中武功最高的,以林青霞的气质绝对是最佳人选。 可惜的是,在拍完《鹿顶记》之后,便很少出现在镜头面前。 那个年代的林青霞太美了,美到被大家誉为永远的梦中情人。 但她的感情之路也很坎坷,和秦汉爱恨纠绝了二十多年。 直到1994年,她终于和交往半年的富商行李员在美国结婚。 随后她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上,先后出版了散文集《窗里窗外》《云去云来》等。 偶尔我们也能在荧幕上看到她出席一些综艺和访谈类活动。 虽然美人耻目,但是林青霞优雅自然从容的老剧也是一种意境。 当年美丽萨爽的荧幕形象永远刻画在我们脑海里。 在剧中适应的是大双二,出演陆顶级的时候才23岁,虽然戏份并不多,但是却被夸赞为最美大双二。 袁杰莹除了漂亮外,运气也很好,15岁就被黄百明在街上发掘进入影坛。 凭借开心鬼系列电影迅速走红。 之后参与了许冠杰版的《笑傲江湖》中的蓝凤凰。 由于在电影中的灵动表演,被人评为最美蓝凤凰,真是演什么美什么。 当时的袁杰莹也被称为短发女神,和长发男神的郑一剑并驾齐驱。 而今的袁杰莹深情消瘦,显得憔悴苍老,风采大不如当年。 她的长相和个性一样出列把萃,不随波逐流。 现今50岁袁杰莹命土多坎坷,事业爱情都不顺。 如今单身未嫁人,在一幕中难寻踪迹。 然而当年她那经验时光的容颜,相比如今千篇一律的网红脸,绝对是万里挑衣,让人过目不忘。 陈德荣在九岁的时候,追音长得漂亮被发掘拍广告。 出演《录顶记》的时候才18岁,饰演小双二。 其实16岁那年,她就和周星驰合作过电影《师兄壮鬼》。 在电影里,陈德荣是周星驰的女神。 在她穿着白裙子从周星驰身边路过的时候, 周星驰对着她的裙子吹了口气,就是这段玛丽莲梦录式的镜头, 让她成功成为香港少年的梦中情人。 在出演《录顶记》的时候,陈德荣的名气还不是很高, 但此后因出演《穷勇阿姨》的作品迅速走红。 出道虽然早,但是结婚却很晚, 在37岁的时候才嫁给了帅气的富商, 但却在八年后两人仍然遗憾地分手。 现如今,单身的陈德荣仍然会出现在荧幕上, 不再有当年的清纯之美, 却多了几道成熟和沧桑。 在剧中饰演性格刁蛮任性, 胆大妄为的剑林公主, 邱淑珍1987年参选《香港小姐》, 因被质疑下巴整容被迫退出, 同年签约TVB出道, 次年得到王金导演赏识进入影坛, 和刘德华合作电影《最佳存友》。 1992年,王金开始力推邱淑珍, 先后出演了五部电影里的女主角, 其中在赤裸羔羊中, 一改清纯形象开始转向性感路线, 不仅奠定了性感女神的形象, 还入围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 在《鹿顶记》中, 又把剑林公主的飞扬跋扈和狩猎狂这一矛盾体, 演绎得淋漓尽致, 此后又出演了李连杰的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小招,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和周润发和梁家辉合作的电影《赌神》。 她那一席红色风衣,嘴雕扑克牌的一幕, 被称为香港影史上六大经典瞬间之一, 随后又出演多部影视大片, 并连续两年被提名为《镜像奖最佳女主角》。 邱淑珍之前的感情生活并不顺利, 先后和王金纠缠了九年时间, 直到1999年和沈家伟结婚后, 不再出现在荧幕上, 安心在家做家庭主妇, 婚后两人十分恩爱, 还生下了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, 献杀旁人。 网上有句话总结了邱淑珍的一生, 上半场性感,下半场圆满。 在剧中饰演《原著中七个老婆》中最漂亮的阿柯, 李嘉欣当然名副其实, 18岁参选港姐, 当时被媒体用上了识破天惊这个词。 毫无悬念李嘉欣获得了时尚最美港姐的称号, 1989年李嘉欣进入演艺圈, 出演了首部电影《花月佳七》, 随后又出演了《方世玉》和《倩女幽魂2》,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《鹿顶记》中, 更是把阿柯单纯可爱演绎到恰当好处。 她的感情生活也非常丰富, 因为美貌吸引到许多富豪的注意, 最终顺利进入了豪门, 如今过着众人羡慕的扩台生活。 好啦,这里是小陈观影, 小可爱们一定要点下关注呀, 我们下期再见。